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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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感谢主何等的感恩 我们这帮门救赎 门拣血的主类 能够再一次借着祷告 借着主的宝血 我们进到神施恩的宝座 弟兄姊妹 我们这帮的人何等的有福 我们一生能够被神所爱 被神接纳 求主也借着诗歌能够吊转我们的脚步 叫我们的脚步能够从世界转到主的里面 更是求主也能吊转我们的心灵 叫我们能够从营外进到蔓内 叫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称颂耶稣 高举耶稣 敬拜耶稣 我们一同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尊崇我们的主 我们唱诗歌476首 四百七十六首 敬拜万皇之王 我们一同开口 敬拜 我们一同开口 敬拜 我们一同开口 敬拜 我满浮浮尽拜祢 从这种归龙有结论 都会给祢迟到犹豫 傍晚吃光 光处吃醋 为祢已赔得清白和准备 傍晚吃光 光处吃醋 我们高级祢生命直到永远 坐在宝座上 圣洁高阳 我满浮浮尽拜祢 心在尽 彩衣 忽勇在 唯有祢时间能成生 坐在宝座上 尊贵高阳 我满浮浮尽拜祢 宋三重归龙有结论 都会给祢迟到永远 宝座上 雙完齿 我满浮尽拜祢 唯有祢已赔得清白和酸荣 宝座上 王处吃醋 我们高级你生命却都永远 我们高级你生命却都永远 光光之王 光处自主 唯有你一配搭紧白的尊容 光光之王 光处自主 我们高级你生命却都永远 我们高级你生命却都永远 我们这帮人本是与神为仇 如今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本来是被神弃绝 如今我们却能够被神接纳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白白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但是我们知道在神那边 祂却是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自己门恩的地位 我们不得不来纪念主救赎的大恩 我们不敢忘记主救赎的大恩 那我们在诗歌当中 我们能够来记录主痛苦的经历 也能够借着这样的诗歌 能够叫我们的心被主的爱摸着 使家的救赎我不敢忘怀 祝我别亲和寿只 CORPED 主耶稣为我们能收留痛苦 却没有一句怨言 爱为我们受变伤 是我们的了意志 你受幸福 是我们的疲惨 主耶稣 主为我们受了平定的修路 却求父舍免他们 爱为我们受欣诺 爱受痛定的计较 为我们成为贷罪的牢业 主耶稣 主耶稣 多多多地路是 对谁说不 这条路才有山 必备如我们重复 您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主耶稣 主耶稣 多多多地路是 对谁说不 这条路才有山 你走往了人生路 你在释迦上完成了救赎 主耶稣 使得主耶稣 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痛苦痛 却没有一句怨言 却没有一句怨言 祂为我们受冤伤 让我们最后人能够受冤伤的一致 主耶稣 也为我们代替罪的刑罚 让我们能够得着赦罪的平安 当我们的主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世伪的人都在那里讥笑祂 甚至宾丁 还用各种的话语来辱骂祂 但我们的主却在十字架上 为他们代求代道 主是这样的爱世间的人 虽然我们弃绝祂 不认识祂 甚至与祂为敌 祂虽然愿意成为我们世人 带罪的高养 我们来称颂 这位荣耀的主耶稣 因着祂这样的背负我们的罪 我们这般人 能够成为神门爱的孩子 叫我们常常能够借着回想 各个他伤的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能够心被恩感 我们软弱的心 跌倒的心 愿离主的心 再次被十字架上的爱所得着 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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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大美露 是你一切说过 这条路 这条路 你走望 留了神路 你在世家 上完成了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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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大美露 是你 所所不 这条路 这幼稚 你追望 那能事 你在世家 上完成了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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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成了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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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大美露 是你 既血说过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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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望 留人 是路 你在世家 上完成了 感谢主 主在十字架上 不但完成了救恩 主如今还住在我们里面 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祂能够来引导我们 主耶稣能够也做我们的能力 在试探当中 祂能够来扶持我们 祂在每一个境遇当中 祂都与我们同行 这位荣耀的耶稣 住在我们里面 伟大的耶稣 就是我们的救主 那我们能够称颂 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何等的浩大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荣耀的救主 我们唱诗歌七十八首 再说诗歌 我们用喜爱的心底一唱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稣啊耶稣 我的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啊祝 赞美的学习最优秀 我的奇妙的救助 是我初任于生了后 我的奇妙的救助 我的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啊耶稣 我的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啊耶稣啊 时时刻刻与我亲近 我的奇妙的救助 天天保守是我初任 我的奇妙的救助 我的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啊耶稣 我的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啊耶稣啊祢 我的奇妙的救助 使我尝尝尝开犹豫 可奈奇妙的救助 可奈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的耶稣 可奈奇妙的救助 是耶稣的主 荣耀的耶稣 宝贝的耶稣 成为我们一生所爱 成为我们生命的执着 唯有耶稣 永是耶稣 让我们一生都来敬拜祂 都来尊崇祂 都来跟随祂 都来侍奉祂 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被主的爱得着 我们能够唱说 我的人生 唯有耶稣 永是耶稣 只是在生音 니까啊 我们能够唱 危有耶稣 就是我的lu 耶稣是我们的乎 耶稣是我们为主 耶稣是我们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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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耶稣 祂是救助 是我们命对付 他们是聚望 祝耶稣是我们的乎 耶稣是我们的乎 祝耶稣是我们的乎 祝耶稣是我们赞美的乎 祝耶稣是我们一生 唯一的乎 祝耶稣是我们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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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示的我们一生 唯有耶稣 永是耶稣 未必有耶稣 永是耶稣 我们的手 这耶稣 他是救助 什么名单 他是君王 为我们建立活路 我们建立活路 他不是君王 建立活路 谢谢主们 今天敬拜先到这一步 时间准备一生 弟兄姐妹们好 主日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次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我们的聚集 只有一个题目 只有一个中心 那就是耶稣 这位神的儿子 为我们道成楼身 神本心一切的丰盛 都在他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也得了丰盛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集 我们真的要来高举他 他不只为我们死 他今天得圣的死亡 他今天复活 坐在荣耀高天神宝座的右边 他配受我们的敬拜 所以当我们能够来敬拜他 来亲近他的时候 他为我们所完成的 一切所事的丰富 都要借着我们的敬拜交通 能够来输入到我们的里面来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供应 所以我们为了早晨的时间 聚集 我们感谢主 今天真是主复活的日子 我们应当全心 能够来归给他 来敬拜他 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有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您 这是你复活的日子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赞美你 你这位复活的主 生命的主 你为我们 却得圣的死亡 当你复活的时候 就成为那一个子力 能够为我们埋葬 在地里面 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今天我们就成为你 许多的子力 我们今天 能够得着你荣耀 复活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何等的身份 做神的儿女 我们何等的有福 我们得以你的性情有份 正因为这缘故 主啊 你告诉我们 要更加殷勤的追求 好叫我们能够 丰丰富富的 得以进入主 基督永远的国 我们感谢你 我们早晨来聚集 主你永远是 我们聚会的中心 叫我们在这里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求你加给每一个人的力量 求你来祝福 我们的直播室 我们网络的平台 祝福我们每一位 参会的弟兄姐妹们 虽然 因着特殊的原因 我们不能够聚集 但是我们相信 在灵里面 来敬拜你 主啊 你依然与我们同在 祝福每一个人 祝福讲的 祝福听的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在这里 享受你的同在 遇见你荣耀的自己 求你对我们来说话 你也起来捆绑 撒旦的座位 奉主的名 咒诅我们 为败坏协领 所有的工作 你保住 在聚会中来掌权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遇见你 听我们的祷告 为了你传话的亲密 你学厚厚将它折盖 你恩典将它来托起 你圣灵将它来充满 你高佑来 涂抹你的话语 那我们实在在这里 能够来经历你的同在 求主来祝福我们 我们可慕遇见你 但愿我们能够 像雅各一样 我们要抓住你 主啊 你若不祝福我们 我们不放你过去 求主 吹听我们的心愿 谢谢你靠主 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 阿妹 好 我们读几个地方圣经 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然后呢 待会儿再跳下来 继续读 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好 《创世纪》 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来 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 生了该隐 便说 耶和华时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 是种地的 有一日 该隐拿地里的储藏为共物 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 从头身的和羊的指游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恶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高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好我们再看新约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亚伯因这信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是因这信仍旧说话 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那恶子 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了他们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然后我们最后看 马太福二十三章 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所以我拆遣先知和智慧人 并无人士到你们这里来 有的你们要杀害 要钉死这家 有的你们要在会谈里鞭打 从这层追逼到那层 叫世上所留艺人的血 都归到你们身上 从艺人亚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 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 杀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的 今天早晨 我们跟弟兄姐妹来看亚伯的人生 那我们知道亚伯的一生的话 他有几个的特点 那第一个圣经里面 记载亚伯人生历史的篇幅 非常的简短 如果认真看的话 在旧约的里面 他不过是只记载了几节的圣经 那第二个 亚伯的一生 如果用人来看的话 可以说是悲惨的一生 为什么呢 因着他献祭 受到了他兄弟的嫉妒的缘故 这个亚伯结果被残杀之时 那么虽然如此 你会发现 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 新约里面的几个地方 提到亚伯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给了一个 亚伯的一生 非常非常宠高的一个总结 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那么那里告诉我们 亚伯的献祭的话 第一 他是因性献祭于神 然后呢 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 他所行的是上的 所以这一个上 就是指他献祭来说 所以他的献祭的话 他是因着性献祭于神 那么不只 因着他这样的献祭 圣经告诉我们 他因性称义的 所以亚伯的因性献祭 不只是他称义 并且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 他虽然使了 却因这性 伦旧的说话 所以亚伯不只因性称义 亚伯还是因性称义 这个真理的见证人 还是这个称义的见证人 然后呢 到了主耶稣 讲到 这个一些 殉道者的时候的话 主耶稣的话 就把亚伯 列到了这一个 殉道者的行列的里面去 所以你就知道 主耶稣告诉我们 原来亚伯 他被他 虽然被他兄弟杀死了 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面 却告诉我们 他这个被杀死 是因为因性称义的真理 所以他借着因性献祭 不只显明的 因性称义的 这个真理 并且也传扬着一个 因性称义 真理的见证 那我保罗 这一个 亚伯的话 因此他而殉道 所以 难怪的话 在这个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我们知道一整章 可以说是讲到 信心的英雄 所以整章的圣经 可以说是 信心英雄版 那么在这个信心英雄版的里面 你会发现亚伯列为第一个 所以亚伯列在了信心英雄版的版首 那么不止如此 主耶稣提到那一些殉道者的时候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从一人亚伯的血 直到撒加利亚的血 所以亚伯并且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的殉道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能够来看亚伯这一生的时候 我上一段时间来看这一段的圣经 却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地发现是什么呢 亚伯的一生虽然短暂 亚伯的一生 用人来看 虽然好像是悲惨被杀 但是亚伯的一生 确实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所以可以说 新约德里面提到最崇高的一个评价和总结 都归结在了亚伯的身上 所以这个不经 的确是让我们感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真的是不在于它的长短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还在乎它生命的内容 所以世界上有一句话说 人故有一时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太上 我觉得亚伯的一生的话 甚至亚伯的血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非常的有价值的 那么为什么 我读到这段圣经的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感叹呢 那我们知道2020年可以说 因着新冠 新冠 瘟疫 这一件的事情的话 你看整个世界都现在的苦难的里面 那么到至今为止 我觉得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因着新冠 病毒而死的人 恐怕起码有几十万的人 那么在这几十万人的里面的话 除了一些非基督徒以外 那实际上我们发现 不止非基督徒 还有一些不少 其实是一些敬虔的基督徒 不止如此 甚至还有一些的话 可以说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传道的缘故 他们冲到前线的一些的医护人员 那些为了福音见证的福音见证的使者们 他们也上命了 他们也因着这一场的新冠 瘟疫 他们也失去了生命 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曾经也在心里面问过 如果瘟疫是神对这个罪恶世界的反应 神对这一个败坏世界的一个提醒 一个管道 一个审判的话 那么为什么 那么这样子的瘟疫来临的时候 有不少的基督徒 近前就也倒在瘟疫之下 甚至有一些福音的使者 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们甚至也上命了 所以当我能够来读到这个约伯的一生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了答案 原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不在乎它的长短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乃在乎生命的内容 有人虽活千日 你会发现的话 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呢 可以说一天都不算数 但是有的人呢 他活了一日 却顶一些人活了千日 有人活了百岁 但是他发现他的一生 可以说没有多少的价值 所以我想今天早晨 我们来看亚伯的人生的时候呢 我们来谈一个题目就是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有意义 有价值的人 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充实 让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 我想当我们来看亚伯的一生的时候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标本 的的确确是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想我们就透过亚伯的人生 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能够来追求 做一个有意义 过一个有意义 有价值的人生 好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早晨 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 当我们来看亚伯的一生的时候呢 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 把亚伯的一生 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亚伯的一生 可以说有意义 有价值 是门斧的 那我觉得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那亚伯的人生是一个门恩德旧的 第二个方面 那么亚伯的一生的话 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一生 那么第三个 亚伯的一生的话 他是献上基督的一生 那么第四个方面的话 亚伯的一生他是为主 又为主殉道了 那么这样子的人生 是代表一个为主舍命 为主舍己的人生 所以我想我们以亚伯的一生的话 做一个蓝图 能够来导引我们 如何能够来追求 过一个有意义 有价值的人生 好 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亚伯 他的一生的话 他是一个门恩德旧的一生 那我们知道 当人堕落以后 人都在神的定罪 人都在神的审判底下 虽然今天有的人健康 甚至在地上门很多的祝福 但是我们知道 人堕落的缘故 人其实都在神的定罪底下 不止如此 人也落在了撒旦的泉下 所以一个罪人 没有门恩德旧 没有在神面前称义的话 第一个 他心里不会有平安 一面 他在神的定罪和愤怒的底下 另外一面的话 人在撒旦的泉下 他害怕日子 他害怕分水 他怕这 他怕呢 根本就没有平安 那么更重要是什么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神 他就没有指望 他所有的福分 对他来说 都是今世的 所以他希望长寿 他希望富贵 他希望能够有属地的享受 所以他不希望是 他怕是 他忌讳是 因为一时 不只是一了白 所有东西都失去了 所有东西都了了 甚至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前途对他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这就是人的观景 人最因着一个人 入了世界 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 所以一个人 如果罪没有得胜 一个人没有成立 没有得救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活着 他没有满足 他活着 他没有平安 因为在撒旦的权限 他活着是怎么样子 等待他前面的 就是永远的灭亡 所以这是 今天普遍人类观景 所以是呢 也许健康 长寿 甚至还有很多属地的福分 很多的享受 但你会发现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 他一定没有平安 他也没有满足 他也没有盼望 所以这是人 是人犯罪以后的观景 但是我们感谢主亚伯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门恩德救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因信献祭于神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他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作的见证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 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称义就是在神面前算为义 算为正 算为无罪 那所以一个称义的人就是罪得赦免的 一个称义的人 他就是一个门恩德救的人 我想一个人要能够有意义 有价值 要让他的一生真正的门父 那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也是一个最严肃的事情 那么我们需要得救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在撒旦的权下 我们有一个前途 那就是永远的灭亡 但是我们感谢主 那么亚伯 他是靠什么来称义 他靠什么来得救的呢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因信献祭于神 他所献的是什么呢 就是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羊群中投生 他是预表的基督 所以那么羊群投生的 是代表羊群中最好的 那么羊的自由 是代表在羊当中 最好的一个部分 所以一只羊 如果把自由献上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他被杀 他流血了 所以亚伯 他因信献祭于神 所指的就是什么呢 他把羊群的自由 投生的 把他献祭于神 当他这么献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呢 他靠的是高养所留的宝学 那为什么说亚伯 他是因信献祭呢 因为当人堕落以后 那我们的神就用皮子 给亚当和夏娃来遮羞 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 神其实启示了亚当和夏娃 你们要遮去罪的羞耻 就必须什么流血 那就是由于这个神的高养 他为我们流血了 然后呢 他就做我们的义 我们披上基督 我们靠他的流血来洗罪 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 所以神已经借着 为亚当夏娃做皮子给他 主要已经启示给亚当和夏娃 这个蒙恩得救的路 乃是靠着这个被杀的阳光 所代表的什么呢 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 神明的救赎 那么亚当必然把这件事情 就告诉了他们的儿子们 告诉 该隐也告诉了亚伯 那你会发现 该隐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只有亚伯他相信了 他知道自己有罪 他也相信 靠着这个高养被杀 所代表的将来的基督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恩得救 所以他应该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这个启示 救恩的启示 相信神的应许 他就怎么样 来到神的面前 他不是像该隐一样 他用地里面的土长 他乃是献上高养 换一句话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乃是靠着基督的救赎 他乃是借着信心 接受神应许的救恩 结果他就称义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因信 他称义的 那么亚伯他献上地里的出场 告诉我们什么呢 地里的出场 第一他没有学 第二个地里的出场 是该隐劳苦的结果 所以地里出场就代表什么 代表人天然的努力 代表人的好行为 人的形上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的的确确 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基 因为该隐他想要靠形上立功 能够来得救 来讨神的喜欢 但是亚伯不是 亚伯他接受了神的启示 他知道 人已经在罪中 人已经没有义行 人的义在身 不过是不会破烂的一步 我要靠神所启示 所应许基督的救赎 所以我们感谢主 亚伯 他的人生 第一个方面 他是一个门恩得救 而他的门恩得救的话 他接着相信 能够来接受 那么高养所代表的基督的救赎 我们感谢主 世人都犯了罪 那么只有这位神的高养 那就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 为我们留住他的宝靴 那么他的靴的话 才能够洗尽我们的罪 我们悔改 我们相信 我们接受他的救恩 我们接着信 我们就得着救 能够门恩称义了 所以我想这个 就是亚伯的身上 给我们看见 他的人生第一个特点 他乃是一个 门恩得救的人 他的门恩得救 乃是借着信 乃是靠着基督的救赎 使他门恩得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人生中最基本要解决的事情 也是最严肃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话 重视他活个长命百岁 重视他拥有家财万贯 高光厚禄 甚至地上的成就 地上的权势 这地上名望都有了 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门恩得救的话 我们刚才说过 没有门恩得救的人 他在神的定罪底下 他没有神 那么他的内心的话 重视拥有这一切 他可以满足他的身体的需要 甚至可以满足他精神的需要 但是他心灵的深处 是没有满足的 因为没有神充满在他的里面 他没有得到神的赦免 没有脱离神的定罪 他怎么可能有平安呢 那么人犯罪的原因就在撒旦的权下 所以那么撒旦可以随时地害你 撒旦他是斩血泉的魔鬼 他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的话 他没有神 他没有平安 他也没有盼望 为什么呢 等待的他就是将来永远的灭亡 他还有什么盼望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的人生第一件事情 最基本的也最严肃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得救的事情 原谅我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 他就是当了总统 他就成为世界的首富 可以说也是一个哀哉的人生 没有满足 没有平安 没有盼望 所以我就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人得救的话是我们人生的益 为什么要说人生的益呢 如果没有益 你会发现你在地上拥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一个都是灵 我想我们今天人都在追求财富 常常问你说到底你的存款加了几个灵 那么每加一个灵是怎么样子呢 就代表你的财富在那里倍增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灵的前面没有数字 如果你在灵的前面没有一的话 那所有的灵加上去都还是灵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 也没有这个一的话 你拥有了财富权势 声望成就都有了 那你会发现 第一这个不能够满足你 第二何等的短暂 第三个是什么呢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不止所有都要杀手人间 毕竟因着你罪的缘故 你要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得救 是我们人生一这个数字 我们这个要解决 这个一没有得着 我们第三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 所以难怪 已经拥有了一切的时候 我们说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也许你今天不承认这件事情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 许多人到他晚年临死的时候 他才不禁地感叹 我的人生正是虚空 所以得救一定要解 那么你有了得救的义 那么你拥有了这些的东西 才会有意义 才会有价值 那么怎么样子 能够有了义 有了得救以后 那么让你的人生 能够有意义 有价值 并且能够存到永恒呢 那我们再看亚伯的 另外三件的事情 我想这是我们第一 跟大家能够来分享的 我们一个人 门恩得救的人生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没有门恩得救的 所有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空 甚至什么样 我们要到灭亡的里面去 这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这件事情先解决了 然后呢 我们才可以谈到 人生拥有 或者追求一些 其他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亚伯 下面三个方面的时候 其实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一个人 门恩得救的 那么怎么样子 让我们在地上 活的日子 能够有意义 能够有永恒的价值 许多基督徒 他已经门恩得救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门恩得救以后的 多少的日子 我们门恩得救人生 我们到底真实的 永恒的价值 有真实在神面前的意义吗 亲爱的弟兄姐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来看亚伯人生的原因 那我想感谢主 亚伯不止门恩得救 那亚伯的身上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他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是牧羊的 而怎么呢 该饮他是一个种地的 那我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人开始吃牲畜 就是可以吃肉 吃荤 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是在创世纪 这个说到 罗亚出方舟以后 人才开始吃荤 人才开始 那个吃这些的动物 那么在罗亚出方舟以前 其实人根本不吃荤的 人怎么样 就是说吃蔬菜 就是吃素果 所以那么亚伯的时候呢 可以说为什么他是牧羊的 他牧羊 其实那个时候人不吃荤 所以他的牧羊 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 但是该饮他是种地的 那么该饮的种地的话 那么在创世第三章告诉我们 种地其实是为了虎口的 是为了虎口 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个亚伯的人生 跟该饮的人生是不同的 所以亚伯的他是牧羊的 当时的羊不是用来吃 当时的羊是用来献祭用的 所以献祭的话 什么呢 那是为了神的满足 为了神的喜悦 所以他在那里牧羊 就是为了要献祭给神 换一句话说 亚伯 他的一生是为神而活 他的工作 其实是为了侍奉神 那么他所活的 就是为了让神满足 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那么该饮他种地 当然我们如果正常来看 种地没有什么错 牧羊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在当时来说 亚伯的牧羊 他是代表什么 是一个为神而活 而该饮的种地的话 他是虎口 他是为自己而活 他为自己活着而活 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 他甚至为了自己的 所要的 所认为好的东西而活着 这就是该饮和亚伯 不同的人生 那么我们感谢主 亚伯他不只能得救的 亚伯的人生是什么呢 他还是一个为神 还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 只是看不中该饮和该饮的公物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神是先看中了亚伯 才看中他的公物 那么神到底 为什么能够看中亚伯呢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亚伯他是一个牧羊的人 他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我们今天的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中心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们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吗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 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效法 我们要学习 要效法要学习 该引过一个牧羊的人生 那么要效法要学习 要效法要学习 亚伯他是一个牧羊的人生 亚伯他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子 能够像亚伯一样 能够为神而活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可以实行的 第一个我们如果要想为神而活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尊主为大 我们凡是要按神的旨意而行 无论是在你的婚姻上 无论是在你的工作上 无论是在你律常的言行 做事情上 你不是随从自己的喜欢 你不是按自己的看法 你乃是什么样子呢 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那么神的旨意一面 他写着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另外一面的话 他也写着圣灵能够来引导 和感动我们 那么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能够像亚伯一样 他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要凡是要来 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照着你自己的意思 你可能选择这个职业 如果照着你自己的喜欢 你可能读书会选择那个专业 如果照着你的认为 我应该要嫁给这个人 我应该要娶那个人 但是感谢主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让你去做这份的工作 是找这份的职业 是找这个的对象 是选择这所的时效 亲爱的主 我们到底能不能愿意 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神的带领 我想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所以得救的人有许多 但是进入国度的人 却是不多 得救是得救的 但是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 到底在我们今天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婚姻上 甚至我们每一天做的决定上 我们是否能够尊主为大一面 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教学 另外一面我们也顺服 跟随圣灵的引导 我想这个是我们 能够为神而活的 第一个方面的实行 那么第二方面的实行 是什么呢 保罗说我们或是 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神造我们的话 是造着他的形象和样式 也就是说 神如此的造我们 就是让我们能够来见证他 能够来彰显他 能够来荣耀他 所以一个人 为神而活的人 他怎么样具体的实行呢 就是无论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上 也许你当老师 也许你当医生 也许你是种田的 也许你是当学生 无论在任何的岗位上 任何的时候呢 你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这么说荣耀神吗 我这么做 能够荣耀神吗 我今天这样子处理这件的事情 这样子的待人就能够荣耀神吗 如果你能够为着荣耀神而行 为着荣耀神而活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所以为着神的荣耀 你有所不说 有所不做 那么你也为神的荣耀的缘故 你有所说 你也有所做 所以我到底说还是不说 我做还是不做 我行我指 根据是什么呢 都让我能够来荣耀神 所以有的人 他的确活出神的荣耀 你看他在他的单位里面 在他的亲友的里面 人家看见他就说耶稣来了 那么这个人的的确确身上有耶稣的印记 的的确把主耶稣从他身上给展显出来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为神而活 我们知道神其实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神 神不是漫无目的的 神为什么创造万有 神为什么当人堕落的时候 花这么大代价 舍去他怀中独生的爱子 能够来救赎人呢 神做这一切的工作 你看到包括主耶稣说 我父做事到如今 那么到底父做事 那么主也做事 他到底做事的目标 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后面的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子 最后面的终结就是什么 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圣城 那个就是什么 长大成熟荣耀的教会 做基督的心腹 做基督的伴偶 那么做基督的伴手 也做成庄 成庄并彰显神的器皿 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的目的 神和基督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我们如果为神而活的话 我们必定以神的目标 为我们的目标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活着有人生的目标吗 你活着是为神 你如果有目标 你如果是为神的话 到底你的目标 你的为神 是不是神的目标 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 如果是的话 亲爱的弟兄 一个为神而活 他自然也会能够与神同工 一起完成这个目标 要完成这个目标 有几件的事情 第一 当然要领人归主 因为得救的人 需要天马 如果要建造圣城 你先需要那些 尘土而造堕落的人 让他得着生命 让他变成活石 要先得着这些的石头 才能够建造耶路撒冷 我们本来尘土所造 又是堕落 当我们得着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块活石 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那不止如此 我们还会追求生命的长大 生命的长大 是说到我们怎么样 我们这个人需要变化 我们的确是活石 但是我们不透亮 不像钻石一样会透亮 我们是活石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人角 那么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追求生命的长大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要达到神的目标的话 我们还要与众圣徒 一同建造在一起 所以以福叔叔告诉我们 我们是与众圣徒一同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不止传福音 也不止我们追求生命的长大 我们还要与众圣徒一同建造在一起 这是神的目标 所以我们不可以停留在得救 我们也不可停留在个人追求长进 因为神要的是一个团体 那么到底我们一个人 怎么样可以追求长 其实是借着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生活能够显明我们 破碎我们 在我们身上做摩擦的工作 好叫我们能够生命长大 那么一样的 教会要能够被建造在一起 我们就需要我们这些人 能够拼打在一起 然后当我们能够 借着佩达服事而成长 成长的目的是为了 佩达起来 建造起来 就成为了荣耀的圣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亚伯他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 所以神看重了亚伯 那么到底今天我们人生的中心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效法亚伯 也愿意为神而活的话 我们第一件 我们会遵循神的尊主伟大 第二件 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岗位 我们要为荣耀神而行 凡事所行的 不是看别人怎么说 也不是看我怎么喜欢 我这么做能够 能不能荣耀神 如果我们凡事为了荣耀神而做 这其实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这其实就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当然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以神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必然会传福 我们必然会追求长大 并且我们必然会追求 会圣徒一同建造在一起 借着建造使我们长大 我们长大的目的是为了建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亚伯的第二件的事情 他是一个为神而活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为神而活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为神而活呢 也是我们的生命最崇高的目的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一生不为神而活的话 不止我们在地上 所有的劳碌一切都成为 第三个方面 亚伯的一生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献上基督的人生 那为什么要看第三个方面 亚伯的一生 他是献上基督的人生呢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他是看中了亚伯 他所献的记 那么原来亚伯所献的记里面 其实他有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 当他献记的时候 他必须要流出血 那么这个献记的血 为了要解决我们的罪 那不止如此 当他这个牲畜被杀的时候呢 还有这个羔羊的牲畜的 子油能够来献给神 那么这个子油呢 其实是为了神的满足的 所以我们说过 亚伯因信而献上这些的羔羊的话 牲畜的话 他其实是代表基督 那么当主耶稣被杀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 其实也有两个方面的公愿 第一 他的流血 为解决我们的罪 第二 你看他的子油代表基督复活的生命 代表基督丰盛的生命 是为了可以来满足神的 所以亚伯的记能够蒙神的怨 那告诉我们 靠基督的流血 亚伯可以成立 亚伯可以得救 那么第二方面的话 亚伯所献上这个子油的话 能够蒙神的怨 那么这个子油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一个献上基督的人 那最近我们查经查到 出埃及记29章的时候 那里告诉我们 侍奉神的祭司不可以空手的 那么侍奉神的祭司 他承接圣子的时候 他需要有所限 他手里面什么呢 是满了那个第二只公愿的平安祭 那也是为主的就是子油 还包括什么呢 还包括这些数祭的无教兵 那么这些祭物就满了他的手 他就在神面前来侍奉神 所以侍奉神不能够空手而来的 侍奉神 你到底用什么来侍奉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来不过是空手的 那圣经给我们 其实我们来侍奉神 我们手里面必须满了基督 而这些基督是什么 就是基督的自己 所以亚伯能够在神的面前 献上这个子油 献上的子油的就代表什么 他把基督给献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好不容易 愿意来为神而活 愿意能够来侍奉神的时候 到底我们是把什么给献给神呢 那么该隐所献的是什么呢 他献的是地理的出场 那么这些地理的出场 是该隐他劳碌的结果 是该隐努力得来的东西 那该隐把这些献给神 是代表什么呢 该隐把他自己献给神 那代表他的天然 他的肉体 他一个堕落的生命 但是亚伯不是 亚伯来到神的面 不是献上他自己 亚伯来到神的面前 他乃是献上这个高原的子油 所代表的基督生命的丰富 那么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到底今天怎么样子 能够在神面前 能够学习 亚伯一样 我们也是一个 献上基督的人生 那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一生 能够是献上基督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36节 告诉我们 万有都本于他 都依靠他 都归于他 那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呢 要能够让我们人生 是一个献上基督的人生 那就是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是本于主 我们是依靠主 我们也是归于主 换句话说 我做这件事情 无论生活还是事奉 发起的不是我 乃是基督 那当我去做的时候 我也不是靠我天然的力量 乃是靠圣灵的能力 乃是靠主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 那就是归于神 就是当我能够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心 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残杂 要完整的 清新的 我们只为了神 只为了要献给神 那我想这个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神面前 活着就是一个献上基督 因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事情的发起 无论我们生活 工作还是事奉 的的确是出于基督 我们靠着基督 我们也完全是为了基督 献给基督 那我想这样子 我们就是一个献上基督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今天 愿意为神而活的 一些男人可贵 那么到底 我们这一个 侍奉神的人 为神而活 我们到底在神面前 所活出来 说献到底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 其实不过出于我们的自己 那就像该隐一样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怎么样献上基督 当然就是什么 凭基督而活 也活出基督的神秘 保罗告诉我们 他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那我们这一个救济 救造的神秘 已经与主同时同埋葬了 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 那我们今天需要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弃绝我们牢记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子 接受圣灵的引导 我们凭着基督而活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献上基督 换句话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我们不凭我们自己活 我们甚至与基督同活 这样自然而然 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就能够显出圣灵的果子来 亲爱的弟兄 到底我们今天是凭什么而活 许多的时候我们得救了 我们有主生命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凭我们牢亚当而活 求主帮助我们 叫我们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 虽然这不能够一处而救 但是虽然这个什么呢 我们最起码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追求 好叫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平 渐渐渐渐的能够越来越弃至极 越来越能够活在基督的生命 让基督与基督同活 让基督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来活出来 我想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我们如何能够来献上基督呢 那么亚伯的一生他是牧羊的 那我们说过这个羊是代表基督 那牧羊的话 其实是需要劳苦的 他需要付出的 那么他只有经过他所牧羊了以后 他才有羊 并且是什么呢 肥状的羊能够献在神的面前 所以亚伯一个牧羊的人 就代表什么呢 也代表我们今天什么 日常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也好好的牧我们的羊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追求基督 我们经历基督 只有我们在日常的里面 有追求 有对付 对基督有经历 然后我们来到圣徒的聚会当中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基督给献上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我们今天来到聚会当中 我们是空手而来呢 还是好像这个该影 不过带着我们自己而来 还是我们带着基督而来 如果我们在聚会中 要能够把基督献给神 让圣徒的供应 让教会的建造 那是取决于什么 我们日常里面 在牧羊这只的羊 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 对基督有追求 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对付 在神的面前有经历 所以一个人 日常有牧羊的羊 也就是有追求 有经历基督的人 当他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 那个供应是真实的 那个供应是丰盛的 所以我们的侍奉 真的不是靠我们临时 好好花多少时间来预备 其实我们在聚会中的服饰 不过是我们 每一天生活一个缩影而已 如果我们平常 不是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来到聚会当中 无论你的祷告 无论是我们的讲话分享 那不过是一个表演而已 所以来到聚会中 我们一切拿出来 不过是我们所试的 不过是我们所有的 不过是我们每一天 生活一个缩影而已 我们不能够假冒为上 日常没有牧羊 日常没有学习和对付 我们就算花了 很多的代价来预备 那不过是一个表演而已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许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来到聚会是空手的 甚至线上的 好像该一样 不过是我们的自己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亚伯 他是一个线上基督的人生 那么这个能够被神所悦纳 只有基督是神所悦纳 你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凭着天然 我们的自己 不能够门神的悦纳呢 我想我们神是圣洁的 完全的纯洁 那我们今天人 只要活在肉身的里面 我们里面还有罪性 对不对 我们还有里面天然的救济 如果我们凭着 我们这个天然生命 能够来献给神 就好像一杯水 那这个杯水里面 其实是什么 浑浊的水 是肮脏的水 那么你把这样的一杯水 能够给神 神会喝吗 不只神不会喝 因为神是圣洁的 是纯洁的 并且什么 这对神是一种的羞辱 亲爱的 神只接受纯净的水 只有怎么样 基督是纯净的 只有基督完全的圣洁 所以只有当我们 把基督献给神的时候 让神可以悦纳 让神可以来享受 我想我用这幅图画 能够来说明 为什么我们今天 在神面前 一切侍奉 一切所献上的 必须是基督 因为只有基督是纯洁 能够闻神的悦纳 第二个 也只有基督是永存的 这个第三个 所有的一切圣经 也都要用烈火烧掉了 如果不是出于基督的 你会发现 有一天都要被烈火烧掉 所以保罗说到 我们的属灵建造的时候 必须是经营宝石的工程 必须是经营宝石的工程 如果我们是草木和结 是代表我们的天 我们的肉体 有一天都要被烧毁 只有出于宝石 而这宝石 其实就是基督的自己 他才经得起 有一天火的事业 因为在神的建造的工程里面 必须以基督为材料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说 只有基督 才能够建造成为 新耶路撒冷圣城 所以亲爱的 我们今天必须献上的是基督 你看 神才能够愿难 才能够经得起火的事业 让我们得三次 也才能够让神的建造 怎么样子呢 圣城能够被建造起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方面 我们跟弟兄姐妹 能够来分享的 把亚伯 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 把阳线给神 所代表的献上基督的人生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愿意为神而活 我们今天愿意侍奉神的人 我们特别要学着一个功课 我们必须献上的 不能空手 我们也不能够献上 我们的天狼 好像该引言 我们必须献上基督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 本于他 依靠他 也归于他 我们凭基督而活 活出基督 然后我们律产道里面 对主能够有经历 有追求 然后得知他丰盛的结果 我们就来到圣徒的聚会当中 也许接着交通分享 也许接着祷告 也许接着圣徒之间的 彼此的交流 我们就能够把基督给供应出去 这样子 为神而献上基督 圣徒的供应教会 就会得到建造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认识基督的价值 好在我们能够一生追求 并且在神面献上 让神心满意足 那么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也就是最后一个方面 亚伯的一生 可以说是什么呢 虽然他被弟兄残杀了 但是你会发现 主耶稣说到亚伯的时候 他是一个殉道者 所以主耶稣说到什么呢 犹太人常常杀害这一些的先知 这些神所拆遣的智慧人 但是呢 他说这些都被犹太人所杀害了 那么主耶稣说 这一些杀害先知都要归到 这个世代里面 他说什么 从亚伯的学籍 一直到撒加利亚 所以你会发现 亚伯被算为殉道者 并且是第一位的殉道者 所以我刚才才说过 人物有一时 或亲友 或中一代三 亚伯虽然被杀了 但是亚伯 他是一个为真理而殉道 其实亚伯是为了显明和见证 因性称义 靠基督救赎得救的真理 然后呢 受到这个该隐的基督 然后被基督 这个被该隐给杀害了 那么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 其实该隐是属二男二子 换一句话说 撒旦当然不希望 因性正义的真理被传扬 当然不愿意 能够因性正义的 基督救赎的见证被显明 所以当然他就会来杀害亚伯 那亚伯虽然被杀害了 但是感谢他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 所以他算为了殉道者 那么我想 我其实信主的时候 一些年长弟兄们就给我们灌输 包括那个年长弟兄们 他有一些讲道的时候 他就怎么教他的孩子 所以说你到他家里面 你就问他孩子 他孩子就很自动地回答 他说什么最荣耀 他才第一 这个没有反应 就告诉他训道者最荣耀 原来一个人如果是为主训道的话 你会发现他一定在国度的里面 得荣耀 得权柄 得尊荣 得快乐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着国度的赏赐的话 的的确确 你要为主训道 就一定可以得着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年长的弟兄 他在他的心目中 甚至在他教育下一代的时候 他就知道一件事情 做训道者 他其实是最荣耀的 所以那么感谢主亚伯 他其实就是一个训道者 那么我们今天要追求 像亚伯一样的人生 我们当然也要追求 做一个训道的人生 但是亲爱的弟兄 今天可以说是太平的时代 也是我们信仰 环境自由的时代 我们不太容易会遇见 为主训道的事情 除非你被神打发到一些异教的国家去 但是虽然如此 其实主耶稣其实告诉我们 在马太弥菲十六章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呢 可能不是为主身体训道 但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 为了他怎么样子 失去生命的就得着生命 得着生命就失去生命 原来在圣经里面 训道者有两类呢 第一类叫做死的训道者 第二类是叫做活的训道 死的训道者 就是身体为主训道了 那么活的训道者是什么呢 你虽然活着 但是你会发现 你天天要死己 我们魂的生命要死 我们的己要舍去 所以这个叫做活的训道者 那么西比泰两个儿子的话 一个使徒雅各 一个使徒约翰 他们两个人 其实就是两个训道者 那么雅各是老早的时候 他就为主训道 这是死的训道者 那么他的兄弟 使徒约翰 他是活的训道者 他一直活到第一世纪的末了 有人告诉我们说 他起码活到了一百岁 那你就知道 可以说 如果是死的训道者 需要主的恩典 只要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一个活的训道者 是怎么样 天天需要主的恩典付责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付责 我们怎么愿意 能够天天舍寂 我们怎么愿意天天 能够上去我们魂的生命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给我们看见 亚伯第四件事情的 门恩就是在神面前 他是一个 怎么样子 为主舍命的人 那我们今天应用起来 就是为主来舍己 那么感谢主 我们今天虽然门恩得救 但是我们还有天然 还有救赞的生命性情 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神怎么样子 能够在我们身上 继续的做工呢 神一定会安排很多的环境 我不相信基督徒没有环境 圣经也告诉我们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能得益主 你在家庭的里面 一定会让你 遇到那里为难的人 那你在工作的单位的里面 甚至会遇到那里痛苦的人 就是你在教会事奉的里面 你也会碰到那些 那里头痛的人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万事互相效力 其实我们一定会有环境 一定会有让我们难为 甚至让我们痛苦的人事 那么这一切的话 都是神为着我们来效力的 那我们一个 如果是一个愿意 施上魂生命 愿意舍己的人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第一个 就怎么样子 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毁谤 被人冤枉的时候 我们不会为自己去解说 不会为自己 会去解释明白的 那你看一看 主耶稣被犹太人 告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那么后来比达多问他 你看一下 他们告你这么多事情 你都不回答吗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子 仍然不回答 连一句都不说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神给他的环境 其实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环境 有的时候就会是人的毁谤 就是人的怀疑 人的误会 有的时候你解释 也解释不清楚 如果知道这是神的安排 这是神的旨意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就效法主耶稣 不要为自己去解释 我们就莫拉悲弃十字架 当别人能够伤害我们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舍己 愿意上去闻生命的人的话 你看第一 他不会抵抗 第二是什么样 他不会报复 第三 他也不会逃避 因为他知道什么样 凡事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和安排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负在神大人的手 只要愿意接受 神的在我身上的工作 所以他就不会逃避 他不会报复 他也不会怎么样 为自己去抵抗 但是常常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就不愿意舍己 我们也不愿意在神的面前 失散我们魂的生命 我想起经约里面的大卫 扫罗做大卫的十字架 其实神已经把大卫两次放在 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中 大卫其实只要动手 他就可以解决 他的十字架环境 十字架苦难就过去了 但是大卫知道 这苦难是神摆给他的 神摆给他 他也愿意有一天神把他拿走 他不要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方法 来躲避十字架 来推开十字架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这个人 其实有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攻击 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很会保护我们的 我们为了保护自己 不受伤害 我们甚至我们先发智能 我先来一个 这个猛虎的态势 好让你知道我不是病猫 好让你知道 我不是病猫 可以随便让你欺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 能够以恶圣恶的方法 来保护自己 让自己不受伤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 其实我们的见识 我们的生命一定就破产了 所以当彼得拔出刀来 要保护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说什么呢 收刀入窍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动刀代表的血气 那么你一动刀 你就倒在这个血气之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那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环境是神安排的 神时候到了 祂自然会为我们拿去 神如果时候没有到的话 在我们环境里面 其实神有给我们设了一道的界限 从你不能够越过神的旨意 来伤害我们 亲爱的弟兄弟 如果你相信万事互相效力的话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环境 是神出于神的安排 你愿意不顺服神的手下呢 所以我们一受伤害 我们就赶紧倒闭抵抗 为自己申冤 甚至先发智能 然后我们一受到能够冤枉 我们你会发现 几乎好像要打起罗来 要为自己给解释清楚 亲爱的求主能够来帮助 难怪我们的生命是肤浅 是幼稚的 甚至我们一直都活在自己的里面 那么感谢主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亚伯他是一个为主神命舍己的人 神第一个方面是什么 负债 对我们来今天负债神大人的时候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喜欢和主张 那么主耶稣在克西玛尼远的时候 他向父祷告 他知道十字架的苦难要领导他 他说父啊 倘若可行 请你叫这杯撤去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行 只要照你的意思行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神主耶稣他有一个榜样是什么 他当然有自己的意志 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意志 那么当彼得去拦住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主耶稣怎么责备他 撒旦对我后边去 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我们什么叫做舍己 就是放下我的意见 放下我的看法 彼得他注重自己的意见 高过神的意见 主耶稣看过 看重神的意识 过于自己的意识 这就是一个舍己 就是代表人的意见 人的主张 人的看法 然后当我们放下的时候 当然我们魂会受苦了 当然我们里面会难受 甚至我们里面会难过 那么感谢主 一个真的愿意为主 舍己上魂生命的人 那感谢主 他不只是服神的环境 他愿意接受神 另外一面的话怎么样 他为着顺服主 为了尊主伟大的缘故 为了服在神大人头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 那么感谢主 当我们这样子愿意能够来舍己 愿意能够来丧失魂生命的时候 你看圣经告诉我们 他必什么样子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所以舍己十字架的路 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天天背起来 目的 主不是喜欢我们受苦 因为借此 这一个渠道的话 让我们能够 急越来越减少 那么主的生命 就越来越增加 然后呢 就让我们怎么样 能够慢慢地长大成熟 所以十字架的路 是一条荣耀的路 一面让我急减少 一面让我们生命 能够长大 那么主耶稣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我失散魂 必得着魂生命 为我 你得着魂生命 必要失散魂的生命 你今天要得着魂生命 意思是你不让自己受苦 你总是让自己舒服 你不愿意让自己舍己的话 那么你就要失散魂生命 就是你在国度 你今天讨自己喜欢 你在国度就要失去赏赐 就要失去快乐 那你今天愿意舍己的愿 当然要让自己受苦 让自己损失 让自己痛苦难受 那么神吃应许是什么呢 你在千年国度里 你却能够快乐 所以 那么主耶稣的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赏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其实是告诉我们 你得了全世界的快乐 今生的快乐 却失去国度的快乐 那有怎么样子呢 有什么可比的呢 就意思说 那我们如果 为了得今世的快乐 失去国度的快乐 那是不上算的 那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 能够舍己 卑失这家的原因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早晨 我们用一点的神 跟弟兄姐妹 能够来分享 那个亚伯的一生 他的一生 可以说是有意 有价值的一生 第一件事情 先蒙恩得救 如果一个人 没有蒙恩得救 所有东西都是 虚空的 并且是没有神 没有指望 那我们相信 我们今天听直播的 弟兄姐妹 多数都已经蒙恩得救 那我们蒙恩得救的日子里面 我们怎么样 每一天都能够算得出 怎么样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生 能够有意义 能够有价值 那我们就效法 那个亚伯的一生 一面 亚伯的一面的话 就告诉我们什么 那他是一个 为神而活的人生 第二 他是一生 是现场基督的人 第三 他是一生 为主怎么样 真的神秘 舍己的人生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人生 到底要打算怎么过呢 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 教我们实在能够在主的面前 能够借着这些话 能够来提醒我们 能够来改变我们人生的中心 能够改变 转变我们生活的态度 也能够影响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愿主祝福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的一生 都能够像亚伯的 也许不见得长命百岁 大富大贵 但我们的一生 在神的手中 是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求主 祝福他的话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要求神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好见我们晓得如何 赎算自己的年日 更是借着弟兄 分享信息当中 也让我们这帮 已经蒙恩得救的孩子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 失良我们的人生 我怎么样来盘算自己的人生 是像该隐一样 活着只为自己 只为满足自己 还是像亚伯一样 能够用短暂的人生 来换取最高的值 能够用这个短暂的人生 来投资永恒 求主 让我们能够 借着诗歌献上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愿意向你回转 我不再甘愿满足于自己 让我们再次 在神的面前更新 我们的奋献 我们在地上 能够来满足父神的心意 也求主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主 直到见主的那个日 我们来唱诗歌 诗歌六百三十一首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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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求你 求你 听我细雨 我愿意向你学室 你成为我设了你的自己 我真能对你无欺无益 这心全意为你和我 直到那日我能见你 主啊主啊我在这里 求你求你听我细语 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 只求你成全我的心意 你生命完成了无事自已 我正敢偏离把脱起 主我转移谁你叫做 直到那日我能见你 主啊主啊你在这里 求你求你听我细语 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 只求你成全我的心意 你生命完成了无事自已 我正敢偏离把脱起 主我转移谁你叫做 直到那日我能见你 主啊主啊主啊我在这里 求你求你听我细语 我脱下的日我脱下的日快速领导 我脱下的日快速领导 我脱下的日快速领导 直到那日快速领导 我们求主啊在这里 我们求主啊在这里 你重生不求我解析 我真可不做有个前行 我感谢主啊在这里 我会祝福我们的同心去 亲爱的恩主耶稣感谢你 叫做最后今天是告终的望远 因为阿伯一生 早我跟您说的好事 虽然说对台湾上是短架的时间 必须早在北姓近年 到已经我跟您今晚生做的论 我跟您今晚对世音的论 都会尽管我今年 做阿伯一段的今晚生输足的 做一些孙夫后的这些 对于很厉害的 合信一声的 他输足的投信的血 所以说他所向的这些 做的顺利是一个人 感谢你 我跟您今晚了 我跟您幸福的这些 我跟您幸福的这些 我跟您感谢你 我跟您幸福的 我跟您 我跟您幸福的这些 我跟您幸福 我跟您幸福 我跟您今晚到第一次 输足的 谁来做新的血 因此我跟您今晚 走着吃 我跟您先 就不去 我跟您 我跟您今晚 我跟您 就在 我跟您做 做的那些 生意生的 孙夫生的一切 做的 这些 做的 我跟您今晚 孙夫的做 我跟您做做的血 但叫做若保生活跟近人的心路 在你身上生活去公園 但叫做你講我的討論 連我的立教你的民生 好像阿牌宣傳 做一宣傳誰 無用所用過 做宣傳自由 所以誰信出原來的 我的立教你的民生 做我的歐代交線路來交出民生 我剛才有志願 有一個志願的依樂 有一個志願的喜好 有一個志願的希望 有一個志願的目的 但叫做你賞命的 連我的歐代孫孫一生 順培孫一生 就在台歐基督一生 對你的民生最討論 但叫做你希望 最好你才願意 也最好美所得天的真偽 有了我竟然得勝出 有了我得見面順暢 但叫做你住宣傳我的歐代 連我的中 阿牌所義 做一宣傳的 一宣傳的道路 一宣傳的自民的家庭 對我的家庭 我現在感謝你 但叫做你希望 最好進來自愛 最好現代真偽 連我的歐代 我自己在本宅做的 最後你跟歐代 我自己下課 做你做成功 我自己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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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我的歐代 我自己做成功 我自己做成功 所以我自己做成功 很常 像我自己做成功 我自己做成功 做成功 我自己做成功 我自己做成功 照成功 我要 pase cuerpo 我自己做成功 整個愚蠢 整個愚蠢 我就說 我的上面 做成功 不妙於在過司令國內 主要因為司令罪 我跟你在旅往有多大 我來選選你跟女生 屬孫軍的司令 或孫軍的女帝 孫軍司令 才會學生命名 孫軍女帝的照片是相反 就我跟女帝 教你做端電的生機 我跟我說不生機 那時候我就去樓 我來跟女生 女生希望 所以說 我來竟然她生 我來迎求你去命 我從你去樓 迎求去樓 但叫做女生 最好志的樓 最好想的陣位 呼吸我跟她 也呼吸給人家 但別對我好時了 但叫做 向我來過一點點的時間 讓我的皇家 背後努力免贈 我剛才去樓 去樓盤的砲 失敗 農業 坐著我的民生 坐著民生 坐著我的國後 讓我對你們的民生 過了一段時間 我的努力建設那位道路 繼續向我的住宅 做新鮮 託著你學校 夢著你娛樂 我告訴你 出著的 夢有獨樂 就介意到你今天請上 感謝你 叫做 最好志的樓益 最好想的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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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去樓盤 對我告訴你 是一定要做更親更來更好 謝謝你 詞明你 正應有幾塊女 師傅 幾塊三天 平安時刻 我告訴你 當心祈祷喊 祝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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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